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发展的进程 特别是泛荣国家遭受到重创 在这样背景之下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 郑重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目的就是呼吁各国 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从而形成合力共赢挑战 这个倡议最核心的理念 是以人民为中心 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倡议契合了各方需要 迅速得到了联合国 以及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中方一向认为 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 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倡议逐步的落地 一是对接重点领域 聚焦泛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 尤其是减贫脱贫 粮食安全 经济复苏就业培训 教育卫生 绿色发展的 在这些领域 开展务实的合作 来助推 2030年17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 如期实现 二是对接各国需求 要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欢迎各方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 或者优势的资源 来灵活地参与这个场合 三是对接合作机制 我们愿意同所有感兴趣的国家 地区 还有国际组织 尤其是联合国系统 来携手合作 我们也愿意同小岛屿 内陆 最不发达国家 他们的发展进程 协同增效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全球合力 四是对接各界伙伴 我们愿意重视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 专家智库 媒体等 那么各界各方面 在落实2030年议程当中的作用 欢迎各方建言宪策 积极参与 总之 全球发展倡议 是继一带一路之后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又一个重大的倡议 是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 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 这一核心人权理念的再确认 为缩小南北差距 破解发展不平衡 提出了路线图 也为推进 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了加速器 我们愿意同各国一道 积极探索并落实好 这个重要的倡议 不让任何国家掉队 不让任何诉求被忽视 也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 我们共同来构建 全球发展共同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